大家好,我是小熊 看到这几台机器没? 没错,今天我准备在村子里 开一个烧烤派对 哦!怎么样,我的墨镜好看吧 像这种好天气 就应该跟老乡们好好地吃点东西 聊一聊天呢 小熊,赶紧的 先给我们商店薯条 都快饿死了 没问题,等会儿哈 嗯?雪糕?看上去好好吃啊 或许我也可以进点货回来卖呢 那傻老乡,你这雪糕在哪里买的 哦,别跟他说话了 他再不努力舔 雪糕就要融化了 好吧,我就不打扰了 完了完了,我好像忘记 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的薯条还在油锅里 呃,果然不出我所料 有点糊了 那傻老乡,薯条来了,你们要吃吗 嗯?你跟我说 这是薯条,黑不溜秋的 跟煤炭一样 不吃不吃 哎,看来只好重新炸了呢 啊,完了完了 有个陨石在追我 救命啊 嗯?陨石? 哪里来的陨石? 这个老乡疯了吧 我去,真的有个陨石砸下来了 这这这,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别感慨了 先把火灭了再说 没错没错 这要是不管一管 就得烧到我家里去了呢 哦,终于把这里补满了 嗯,又是那两个老乡 他们手上的汉堡和薯条 是从哪来的 感觉好精致啊 嗯? 过去问问 他们在哪买的吧 我去,又来了 这次还不止一颗 我去过去 好烫啊 我被砸中了 嗯? 完了完了 这么多陨石 全砸在我家附近了 光是修补这些洞 就得花不少时间 喂 哦,终于恢复原样了 那啥老乡们 等等 这次又是什么啊 旋风闪电 嗯? 我去,好危险啊 他们会发射激光波 好麻啊 我们被吸住了 嗯? 嗯? 雷云 难道这些旋风 都是他放出来的 我去,他又开始放电了 老乡们 赶紧撤退啊 与我的薯条鸡边上躲一下 呵呵呵呵 哦,终于消停一会儿了 小熊 随便做点东西过来吧 我真的快饿死了 嗯? 呃,我给你拿个汉堡吧 我去,又来运势了 今天这天气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我去,差点就砸到我了 还好我闪躲得比较快 哦 就剩下两个村民了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们服务好 你们要吃点啥? 哈哈 我去 下冰雹了 好疼啊 赶紧去屋子里躲一下 扭了扭了扭了 等会儿 为什么只有我的店铺那边在下冰雹啊 这也太不科学了 嗯? 算了 今天的村子 透露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我还是赶紧收摊吧 我去 龙卷风 我闪 呀的 你一闪开 遭殃的就是我了 哈哈哈哈 不行了 这个位置太危险了 我得赶紧走 扭了扭了扭了 不是吧 我都换了一个地方还砸我 我去过去 这次又是什么啊 好猛啊 呀的 我算是明白了 这些诡异的天气 绝对都是人为的 拿上我的秘密武器 在村子里好好调查一下吧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 我发现了一片很奇怪的空地 你们看 这里的草地颜色 跟其他地方都不同 嗯?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只需要在地上点两下 然后静静等待 哦 我去 还真的生起来 这片空地下面 居然有一个锯坑 嗯? 那是什么机器 好奇怪啊 嗯? 小熊 之前那些诡异的天气 说不定就是那玩意搞的鬼呢 嗯? 有道理 等会儿 我去找找科学家 要点装备过来 等等等 超级华丽的飞行器 有了它 我就能下去了呢 哇 OK 安全着陆 嗯? 谁把天窗打开了 大家都小心点哈 可能会有嫡席 我 哟 还挺警惕的嘛 不过不好意思 已经晚了 给我看枪看枪 有入侵者 快点保护老大撤退 枪跑 已经不可能了 我去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种粗猎的伪装 连三岁小孩都骗不过 说吧 为什么要弄出那些坏天气 来干扰我做生意 我 我 我是你的同行 嗯? 同行? 你也是开快餐店的 好吧 我懂了 给我去死吧 看来老乡们吃的雪糕和汉堡 应该就是在他们店里买的呢 嘿嘿 要不要把旋风和雨时结合一下 肯定会很好玩 哟 两位老哥还挺辛苦的嘛 好好休息一下吧 好了 机器关掉吧 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开店了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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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